歡迎來到莎莎手作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莎莎手作 我是莎莎 2018年了祝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又是一個跟Scan Card合作的影片 我們要來做的是萬年曆 今天也會測試一下機器可以裁切 哪些厚度的材質 準備的材料有 1000磅的紙板 霧面的塑膠板 貼紙 因為1000磅的紙板 是屬於厚度比較厚的 所以我們要用的是標準秤墊 撕開透明膠膜 把紙板貼上去 拿出機器 開機 然後自己選擇想要的形狀 然後自己選擇想要的形狀 設定大小 放入紙板後就進行掃描 完成之後就可以開切啦 注意一下這邊的刀子 要記得切換成12 最大的模式喔 開始進行 裁切 GO 來看看1000磅測試的結果吧 前面是蠻好的 但是後面好像沒有切過去 所以我們用剪袋稍微的剪一下 它就很容易的被切開來了 所以記得選擇1000磅以內的 再送入採衣機裡 再來是貼紙 貼紙也是用標準的秤墊 然後調到適合的位置 按柴鉗 按柴鉗 貼紙也是非常的成功 貼紙 OK 再來是透明的塑膠片 掃描進去 刀子依照不同的材質要記得進行更換喔 塑膠片 OK 接下來我們要製作日曆的所有月份的數字 接下來我們要製作日曆的所有月份的數字 這裡有許多不同的字型你可以進行選擇 選擇喜歡的之後 調整大小 就可以進行擦切 完成之後撕下來 這個聲音 這裡有附一個壓餅你可以用它來壓平紙張 也可以用它來把不好拿起來的地方 也可以用它來把不好拿起來的地方纏起來 製作月份的夜數 內建也有新奇的字型可以給你拆切 超美的書寫體 就這樣子完成 記得也可以用壓筆把它不好纏起來的地方用起來 這是日期的格子 把剛才好的新奇貼上去 日期也貼上去 月份的十位數字只有0到3 各位數字是0到9 然後貼上月份 這台機械功能做出來的東西都超有質感的 不用擔心你會裁不好 剪不好 切不好 最後進行打洞 打洞完之後用這個復古的扣環打開 把剛剛打好的月份穿過洞 然後固定在板子上面 當然你可以全部都打洞 也可以運用夾子夾上去 小木夾也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 用熱熔膠固定在板子上面 接著把日期夾上去 接著把日期夾上去 就可以依照不同的日期、星期更換 就完成囉 最後要來工商一下2018年的訂閱回饋專案 現在只要每個月100元 就可以獲得莎莎親手寫給你的生日卡 還可以加入秘密社團跟小物一份 每個月200元可以獲得莎莎手繪的手帳圖稿 還可以出現在片尾的感謝名單喔 每個月500元可以獲得手帳小貼紙 以及文具品牌的驚喜包喔 最後每個月限量十份1000塊錢 可以獲得莎莎美洲手帳的內容分享 還可以獲得文具精選喔 所有高訂閱的價格 都是包含所有低訂閱的價格 送出的內容都會提前公布在粉專 如果是想要知道送什麼 再考慮要不要訂閱的話 那就請持續關注粉絲專頁囉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們會喜歡 抽獎又來了 現在只要留言加分享 就有機會獲得茶藥包一份 活動詳情都會公布在粉絲專頁 大家也可以去看喔 2018年也請大家多多指教囉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